欢迎再次来到三母滩 这次节目拍摄发生在云南 我正参加改款发现运动版的体验活动 那因为不是换代车型 所以样貌上较小的变化我就不多讲了 那更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这部车上我看到的非常值得我肯定的点 来 后排把银垫折到 然后以备整个靠到就是一个很平坦的位置 腿部空间确实已经足够了 像我这样的升高 那坐的感觉会比较值 视线上面其实我会觉得我自己做的比前排也高很多 所以我会有一个指挥官的感觉 现在这一板的车上 方向盘上是有一个相关的按键 直接用来管辖车子驾驶辅助的一些功能 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新的升级 但我确实觉得很实用 这个流媒体后视镜现在很多车上都有 那我觉得如果你会开着车出去旅行的话 这个功能就尤为必要 因为比如遇到一些夜晚灯光非常暗 但是你又不太熟的路况 又比如说后排的座椅上也堆满了高高的行李箱 遮挡住了后视镜的视野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有用 而且它的广角角度会比常规的镜片要更大 但是这个东西很取决于后视镜的高度 不过它跟教室者座位坐姿调完以后的头的距离 因为你断的从后视镜切到前方的真实世界 来回切来回切的时候很容易投影 如果这个距离不合适的话 好在这部车上它没有犯这个毛病 其实整个车子最大的变化 无非就是这一块区域 我们看到是一个跟懒胜上面一样的一个曲面屏 但是它下面是非常非常干净 一点按键面板都没有的 档头又换成了最新的 就是跟老大哥上面懒胜那些一样的这种挡感手感非常的好 这个木闻我也非常喜欢 然后这块屏幕因为没有了物理按键 所以它比懒胜那些多出了这些所谓的 好像我把它叫成软物理按键 你可以非常快的去操作 没错它确实是能够带来很多方便的快捷方式 但是我相比我自己的习惯来说 我更希望它是个物理按键 你可以放在这一排 他们有提到说这个无线充电的面板 是有通风散热的效果的 我记得之前好像XE还是什么的 那个充电速度够快但是很热 这部车上的充电口巨多 对于每个位置每个角落的电子设备都非常友好 我记得开卫视和懒胜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发现 所以这应该是路虎这个品牌现在的企业文化了 哇靠它这个高音口径好好听 这套音响真的让我挺意外的 我之前说过哈曼卡顿尊贵集 是我自己最喜欢用来听流行乐的音响 那么这套Miridia Surround就是第二套 因为流行乐的曲风很多 人声和配器非常多变复杂 如果有些评段还原的不够好 那注定只能hold住某些特定的曲风啊 哈曼卡顿尊贵集那套的听感是 谈 暖 甜 那么这套Miridia呢 像指着英国人的那种酷 冷 桀 傲 因为这套音响的出彩点也是集中在中高音 所以我把低频呢会拉高一丢丢 那我只是想让部分歌里 Bass的存在感多一点点 那如果你之前有follow我这个系列 你会发现很多音响我都会评价他们的中高音不错 但通常我不好意思加后半句 就是那些音响受限于硬件成本 即便将他们的低音拉高 也只是把低频的音量放大 不仅下浅度和扎实度上的缺陷更明显了 一旦功率不够 反而还会容易提前出现失真的表现 但是这套meridian surround的就不是这类 它的低音部分足够ok 它是属于那种有实力 但我先收着 如果你在口味上需要 那我就将这部分再展现给你 嗯 所以这种深藏不露的个性 也让我非常着迷 然后呢 这个呢 立体声会偏干净点 而且整个声音会靠前面 但是你切到这个meridian logo呢 我感觉它就是一个环绕吧 会整个声音扑面而来包围着我 我坐在主教室上 我会发现我好像处在一个声音的正中央 我会喜欢在这个版本下面去听歌 还有一点要说 目前24款的发现运动有两个版本 那高配上搭载的原本是12个扬声器的meridian 你需要多花几千块选装这套视频中的15个扬声器的meridian surround 那如果我买这个车的话 我一定会花这个钱 在这一版的发现运动上标配了纳米级负离子空气净化系统 含PM2.5净化功能和二氧化碳监测功能 当它发现车厢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 就会自动开启外循环 这些功能在海外版上是要花钱选装的 但是在国产的这个版本上全系标配 这点真的是太棒了 很负责任跟大家讲 这台2337公里的路虎的发现运动版是没有异味的 没有那难受的味道 也不会让我什么太阳穴疼或者喉咙痛 因为我也开了挺久好几个小时了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就是中国版本把这些东西都引入到全系标配上面 我觉得是非常好给你们点赞 多说一句啊 车厢内的新车异味 除了所谓的空气净化系统之外 其实很多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内饰的用料 以及包括很多拼制时用到的工艺和粘剂 所以千万不要被某些品牌偷换概念 觉得有什么净化系统啦 相分系统啦 就会闻不到新车那种异味 就像我们设置视频的前期和后期 这其实是两回事 好现在我们在山路里面 然后因为有上下起伏又要编队 所以我们用到了动态模式 然后也把档位变成了S档 变速箱的反应也好 动力的反应也好 都是非常够的 就是在弯中的车子重心还是比较高 这不是一台可以让你很畅所欲为的去批弯的一个车子吧 大家应该都会有幸运准备我也是 这套2.0清魂的动力系统提供了249马力的最大功率 1300转就能爆发出365牛米的最大扭矩 所以提速感其实还不错 毕竟这台车有2.1吨重 那为什么它会这么重呢 那因为从出发点上 每一台路虎都必须能够适应全地形的环境 所以工程师在很多你看不到的地方 对其车身结构做了相应的补强 包括车身材料上的刚度 车顶的载重 离去角和接近角的设计等等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台家用SUV 但骨子里 它确实和绝大部分城市里跑着的SUV不一样 好 我们要进入那个越野的路段了 这边要进入一个沙石路段 沙石路段 我直接把我的模式切成 Auto全地形反馈系统适应模式 在这种路面上开 其实我感受到的燃点 第一个 高的坐姿很重要 视野很重要 第二个 整个底盘的舒适程度 虽然你能看到下面是尖锐的石头 但是你的屁股每次过滤都是比较舒服的 再加一个吧 它的转向 其实没有太多细碎路感 会影响到你手指拨动方向盘 来尝你的细 蛮好的 是一个挺舒适挺安逸的越野的一个车龙里面 其实很多人知道 视频中的路况对于发现运动版来说 根本就是小儿科 且路户一直给我的感觉是 想让所有人能够轻松的 不动脑子的过各种烂路 设定好相关的功能 新别太大就行了 小树林路段 好我们现在使用斗波缓降 斗波缓降 对 已经开启了 现在我已经没有踩刹车了 然后跟着前面的车子 控制好速度让它走就好了 特别是它这个叫做全地形进程控制 你可以把它理解是一个 它又控制你的速度 又控制你每一个轮子的扭矩 四驱的分配 所以你就松开油门 你就看远方就好了 稍微注意一点方向 真的很轻松这种感觉 很深的排水沟 这边是木纹 这个木纹我很喜欢 两块软包的皮料之间 有木纹的一些装饰给到你 那我听厂方的人介绍说 国内版本的车型 在坐垫的面料上 会比海外版本的更加厚实 乘坐感上会更好 所谓的中国特供 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贬义词了 以上就是这个2024款发现运动上 我看到的各种亮点 讲真的 作为一台定位于多成员 多功能的家用SUV 它在很多细节上 都戳中了我个人喜好 如果你让我在30到40万 这个区间里面选一台车 替换掉我现在在开的Countryman 每天开 既要满足自己 又要照顾家人 还要当我工作的拍摄车 探索应付各种路况 我真的会选这台车 那这台2024款发现运动 豪华定制版的官方价格是4198 现在状况是不是像集了 我这期节目开头的那行字 万物皆备 值欠优惠 你觉得这台车子优惠到多少值得录 不妨把数字打在评论区 我参考一下 三母探 带大家探索各个感官层面的 细节与奥义 我们一起来做 动物车的生活家 欢迎你把想让我探的车型 打在评论区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